男主火热前世重病缠身 终于在饱受折磨之后离开了人世 来到死后的世界 神明实在看他可怜 便决定赐予他转生到一个百病不侵的世界 不仅留下他前世的知识记忆 还答应他可以自己选择重生人设 但男主竟然选择了 去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世界务农 悠闲地享受新的人生 神明听罢便打了个电话问一下农神 得到农神的许可后 神明最后送给了男主一件神器农具 接着一阵耀眼的光芒结束 男主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身处郁郁葱葱的密林间 前世被床榻纠缠一生的他 迫不及待地起身活落身体 然后他召唤出神器农具 这农具拿来劳作不仅丝毫不费力气 就连宛如水泥的土壤处起来也是轻而易举 而且还施加了肥沃buff 可是既然要开始务农 水源肯定是要解决的 男主便开始在森林里找起了水源 但这个地方除了树还是树 完全没听到水流的声音 接着一棵巨大的树木映入眼帘 男主打算在此做自己的据点 至于水源的话 他决定就地徒手挖紧 随手将锄头变换成铲子 就地开凿 因为不费力气 男主的效率犹如打井气 没多久便出现了一个深坑 结果还真挖出了全眼 接下来就是解决食物的问题了 但男主找了半天还是没能找到能吃的 倒是有棵树正好挡住阳光 于是他直接变成斧头 这斧头一下就拿下了一棵树 随后他又变出柴刀 想把砍下的树木加工一下 在神器的加持之下 砍柴就和切菜一样简单 没一会男主便加工出一堆木材 本想得搭一个零食住所出来 眼看天就要黑了 男主只好待在树洞里过了一夜 因为有两个月亮的缘故 晚上的光线也十分充足 男主就着月光做了一些餐具 第二天一大早 男主就赶紧生了一堆火 随后为了拓展农田 他将据点周围的树木 全部都给清理了 做完这些男主的肚子也开始抗议 正好一只兔子朝男主扑了过来 他抡起锄头就敲死了兔子 男主这才能果腹一番 但是有竟有出人之常情 男主就先给自己盖了一个厕所 当然不只是一个桶那么简单 他同时具有找气池排污馆 就是上的时候有点凉嗖嗖的 接着他又给搭了个棚 看来人有三级还是要放在首要的 解决完后 男主继续劳作 经过一天的心情 地终于都跟完了 这神器还有个作用 只要在松土的时候想好种什么 即使没有种子也能种上庄稼 而且这作物的生长速度也十分迅速 仅仅一晚上就发了牙 为了菜地不被野兽破坏 男主又在菜地周围竖起了一层栅栏 然后又在外围挖了个深坑 这样的确十分有效地保护菜地的安全 经过几天的心情劳作 男主的农田也是出具规模 在这期间他也依靠守株带拖来解决保护 精心照料的庄稼也涨饰喜人 男主也终于盖好了一间小木屋 虽然有些简陋 但是也比住在树洞里受量好了许多 就在男主的农家异世界生活不如正轨之际 他看到两只狼蹲在栅栏外 身上伤痕累累 似乎是刚经历过一番恶战 于是男主放下木板招呼着他们进来 并且拿剩下的野猪肉喂点了他们 因为男主从小就很想养狗 所以很希望他们留下来作伴 而且看母狼的样子应该是要生了 于是男主便把自己的心目污让给了他们 自己则又在树洞将就了一夜 等第二天男主再去查看的时候 小狼已经出生了 为了给母狼补充营养 男主又端来了猪肉 这一系列的善举也让两只小狼住了下来 这间屋子就成了狗窝 自己则在旁边又盖了一间更大的 田里的西红柿率先成熟 男主尝完拿给小黑 没想到这狼还真吃蔬菜 于是他决定要种出更多品种的作物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自足 而另一边一位少女正自顾自的决定 要往这个森林前进 因为自己有着神器浓具 种出来的作物速度实在太快 从发芽到成熟两周即可 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就像这个土豆 就因为没来得及补充覆盖的土壤 结果就发率不能吃了 为了感谢赐予这等生活的神明 男主还特意给雕刻了神像 虽然男主是文明时代出身 但生活方式依旧是十分原始 目前的食物来源还是守住带兔 还有自己种出来的蔬菜 虽然是纯天然无染的健康食品 但是没有调味品 吃起来还是略微寡淡了些 要是有点盐巴就好了 为了增添生活色彩 他又在周围栽种了一些果树 不劳作的时候 都会和小黑们玩耍 有了伙伴 这悠闲无聊的日子稍微有点开心 而且有了他们带路 男主完全不会在森林走丢 他也借机开始扩大探索范围 并成功找到一条河流 接着便是要把水引进自己的田里 在饮水工程完成后 天气也渐渐冷了下来 冬天马上就来了 但仅凭男主这一身单薄的衣服 很难撑过这个冬季 就在他在准备粮食柴火过冬时 小黑找来了一个帮手 竟然是蜘蛛修 只见他酷酷两下 一块触感柔顺的手帕便出现了 竟然还有自己的logo刺绣 于是男主就让他住在大树顶上 男主负责养活他 他负责给男主放上 而且还给男主做了一身厚实的棉斧 就连过冬的棉被和挡风的窗帘 都一并搞定了 这小屋子看起来也很有家的感觉了 时间很快冬天来临 虽然在屋里可以不愁吃喝的烤火 但总是一个人的话 男主还是觉得有些寂寞 可能在找不到人类说话 就会遗忘说话的方式了 时间飞快地流逝 在冰雪消融时刻 春天如约而至 小黑的孩子们也都长大 纷纷出发去森林里寻找配偶 男主还感伤地以为到了离朝季节 但没几天他们便带着自己的配偶回来了 没想到狗都有对象 蜘蛛都有一窝窝 自己还是一个人 因为吃饭的嘴巴多了 男主还要加倍去努力种地去养活一大家子 但这天蜘蛛敲响警报 小黑也来提醒男主 在他的带领下 男主看到了一个受伤的小萝莉 小黑们对着他呲牙咧嘴 吓得他对男主求救 男主看到人类也是好奇 毫无防备地走近他 没想到萝莉竟然是个吸血鬼 吸过血之后萝莉秒便欲解 看到主人被伤 小黑马上冲了上来撞飞吸血鬼 在围攻之下 欲解又被打成了小萝莉 吸血鬼赶忙求饶 原来只要他受伤就会变小 刚才也是实在是伤势过重 吸血也是迫不得已的 男主也选择再次相信他 并让他再吸了自己的血 随后他带着这个叫露露的吸血鬼 回了农场 露露从未见过这些奇怪的植物 听到这些全部出自男主手后 他也不禁崇拜起了男主 男主也十分得意 便出剪刀给露露摘了颗西红柿 露露潜尝一下 没想到活了几百年的他 从来没吃过这么鲜嫩多汁的植物 随后男主带着他参观起了农场 很快时间临近黄昏 短短半天的相处另两人的关系 也是亲近了不少 男主也知道了 露露身为药草师 是因为有贵族盯上了他的研究成果 这才逃到了这个人尽罕至的森林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着这样的世外桃源 看到男主还一头雾水 露露给他科普了一下 这片森林可是有着许多凶恶的魔兽 被外人称为死亡森林 比如小黑他们 就是其中很可怕的被称作地狱狼的魔兽 看着打开画匣的露露 许久没人聊天的男主 也不知如何接他的话茬 但男主知道碰到活人的机会千载难逢 于是他拜托露露能不能下次还来这里拜访 最好要不就别走了 就是在这里长久地住下来 这堪比求婚的请求令露露心颤 男主更是不介意他的一切 就永远地在这里生活就行 就这样带上露露 一世界新露骨就有了三十多口人了 露露也想在农场种些药材 男主向他展示了心想事成的能力 然后第一个老婆才过门 第二个老婆就已经叙事待发了 又是这家酒馆 同样的不听劝 目标就是男主的森林 不知道是不是吸血鬼不习惯早起 露露每天都是睡不醒的状态 男主也是十分感谢他 露露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魔法灯泡 还帮他找到了盐巴 原来就在地皮下就有盐块 男主没想到当初挖井的时候 旁边的石头就是盐巴 就在两人喝茶闲聊时 蜘蛛敲响了警报 于是两人赶紧到事发地点 发现小黑他们抓到了一个天使 看到此情此景男主不禁想起 露露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一副场景 于是闻名男主给天使松了吧 接着天使用魔法给自己治愈起了伤势 男主见状不禁感叹起魔法的神器 伤口的疗愈不在话下 竟然还能消除衣服上的污渍 但没想到露露竟然和天使认识 因为两人的境遇相同 不免产生了共情 没想到这么牛皮的地狱狼 男主竟然养了一窝 对此两人只能认栽 随后天使又问了露露和男主的关系 露露羞涩地承认这是自己的老公 不仅是天使 男主也感到十分惊讶 露露可从没这么叫过自己 天使也自我介绍 他名叫蒂亚 正如所见他是一名天使族 但在这个世界 天使可是属于肌肉块巨大的战斗族 而他在此 其实就是来抓捕露露的 因为之前露露炼药的时候 把贵族的家给炸了 于是贵族重金悬赏了露露 两人相爱相杀多年 也是有点惺惺相惜 露露也邀请他就此留下一起住 男主没什么意见 但是蒂亚当时摸不着头脑 见此露露带着他在农场参观了起来 想着给蒂亚个好印象 不过再见到蜘蛛后 蒂亚吓得晕了过去 原来这蜘蛛也是十分牛皮的魔兽 难怪蒂亚会害怕成这样 露露准备带蒂亚体验下农活 男主先是示范了如何采摘 蒂亚亲自体验后 男主把他摘的生菜加了一些盐 蒂亚尝了一口 这生菜绝了 就这样 蒂亚被两人拉着干了半天农活 收成也比平时多了些 蒂亚也是直接泪摊了 用魔法清理完毕 蒂亚又品尝了叫草莓的植物 酸酸甜甜的口感令他赞不绝口 就这样蒂亚也被露露拐进了男主的农场 三人在农场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且有了魔法的帮助 男主在平常的务农中也省力不少 经过几天之后 蒂亚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他还提议男主扩大农场的面积 但男主却告诉他 如果扩大面积种植就需要更多人来帮忙 现在只有三个人根本做不完的 蒂亚听后好似想到了什么 男主注意到小小黑的孩子也已经长大 眼看小黑的家族成员越来越多 再考虑到小小小黑他们以后也会生娃 之前那间狗窝肯定有天会完全住不下 于是男主又在果树园的旁边盖了一间狗窝 而因为小黑的数量实在太多 干脆他们全部都叫小黑了 蜘蛛的孩子们也长大了 他们则给自己边上滑翔伞 乘着风离开了农场 不过也有一部分选择留在了这里 蒂亚告诉男主自己要外出下 说完就扇着翅膀离开了 男主还以为他要不告而别 露露让男主放心 蒂亚过几天就回来了 果然如露露所说 蒂亚不仅暗示回来 还带回来了七个女性精灵 自我介绍完他们恳求男主 也让他们在此居住 蒂亚告诉男主 精灵族的家园毁于两百年前的战争 族人也四处流浪居无定所 所以他们很希望能留在这里安家 蒂亚也赶忙说 留下来的话农场的劳动也会有更多人参与 露露也没什么意见 男主倒是觉得只要不吵架 一起住是没问题的 因为家里又加了七个人口 男主只得再盖一座更大的房子 栅栏和排水沟做完 然后是厕所和垃圾处理 期间砍树的时候 那削铁如泥的斧子也震惊到精灵 而且精灵们对于土木工程也轻车熟路 完全不需要男主插手 反而自己学到了很多 自己也只能做些砍树挖洞的体力活 就这样不过十天 一座豪华的木质别墅变成了形 众人进屋参观 结构是完全的长方建筑 大厅的左右是两间仓库 用来储存食物和生活用品 大厅做了挑高设计分为两层 照明用了魔法灯泡 仓库上方则是卧室 男主不由地期待接下来的欢乐日子 没过几天 精灵也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但是精灵竟然喜欢生吃大蒜的喜好 倒是令男主想不通 他以为精灵都是那种 日出而作日入而西部生活只是树果 热爱自然享受其馈赠拒绝文明的原始种族 精灵倒说这完全就是你的刻板印象 精灵不仅会生活 而且还会制作铁器 说完就给男主锻造了一口铁锅 这直接震惊男主两年半 精灵倒不以为然 都是几百年的生物 恶劣的生存令他们掌握了很多技术 就是定居和繁衍他们倒是没办法 定居倒是没问题了 就是另一项 因为精灵们的加入 男主这里的伙食改善了许多 不仅小麦有能力磨成了面粉 还烤出了美味的面包 于是男主决定扩大一下麦田的面积 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 便问露露这片森林是属于谁的领地 但没想到露露说这里是魔王的地盘 这差点没下怕男主 因为担心在这里中底 魔王会有意见 露露却说呆胶布 魔王根本没兴趣管这档子时 这里是自己亲手打造的 所以完全属于男主 这天蜘蛛兄给男主绑来的丰厚 本来以为蜘蛛想让他料理一下 但蜘蛛摆了摆手 意思就是想着把这家伙也养了 这样蜂蜜就完全不愁了 随后男主也给丰厚搞了一间一居 好在其他的工蜂还是正常大小 不然完全是住不下的 随后便是继续没做完的饮水工作 挖好蓄水池后就是做饮水道 材料使用万能农具 把泥巴压缩固化变成了简易板水泥 在精灵们的帮助下量产了足够的水道 接着就是在瀑布那里设置溪水口 然后垒上足够高的地基制造高低差 最后摆上水道 再加强一下地基牢固性和街缝 就这样众人搞了两天半的工作大功告成 万代农田起来显然是轻松许多 水道还带来了难得一见的鱼 男主几刀就把鱼切成三段 接着熟练地做成了烤鱼 但地亚和露露有些不敢吃 毕竟是来自死亡之森的鱼 于是男主只好先尝一口 看到没有什么问题 地亚跟露露也试着尝了一口 立马就被这味道给惊艳到了 吃不完的鱼男主则用盐风干起来保存 因为有了自己的水库 男主决定再开辟一个水道田 随后在老婆们的围观下 他抡起锄头忙活了两个半小时 然而当男主把水灌进去之后 老婆们还以为要做鱼糖 男主都被他们逗笑了 他让精灵们脱下鞋袜进去看自己示范 虽然精灵们一头雾水 但还是照做了 接着男主端来盗苗 开始教精灵们插秧 虽然刚开始找不到门路 但他们学习起来还是很快的 在精灵的帮助下 这两母盗苗很快就插完了 至于害虫的防治则交给了小蜘蛛们 盗苗的生长也十分迅速 仅仅两周半水稻就完全成熟了 收获之时精灵们干得也更加卖力 接下来就是将稻米中的水分导致干净 然后使用万能浓具变出来的机器脱壳 接着是过滤掉稻杆和杂陈 放入时就捣碎最后碾白抛光 这样就获得了水晶般剔透的米粒了 但是这样还不能吃 还得煮熟了才能入口 老婆们期待极了 费这么大功夫出来的东西 究竟有多美味 饭煮熟后男主又捏起了饭团 拿到成品后露露感觉 这费老大劲就出来个阵 但是当他入口之后立马惊了 这味道 还有这里面男主还放了之前的烟鱼块 饭团好吃到老婆们疯强 就给男主留下了一粒米 随后他又带着精灵们 在田里再次种上了水稻 干完之后 精灵们用魔法轻易地去除身上的泥巴 悲催的男主却只能拿麻布来擦 于是他心血来潮要盖一座澡 一来能洗得干净 二来还能泡个澡舒服一下 精灵表示我不理解 毕竟他们都是直接下河解决的 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点凉快 首先澡堂必不可缺的肯定是烧水的炉灶 男主直接用固化的土壤解决 然后就是一个大大的浴缸 毕竟人也挺多的 但盖到一半 男主突然意识到了排污的问题 毕竟把洗澡水直接排进河里也不太好 地牙有办法 这种事的话就交给史莱姆就好啊 说完便出门去帮他抓史莱姆了 跟以前想象的那种恶心的史莱姆不同 这个世界的史莱姆十分可爱 有着青道夫的名号 是专门处理排泄物和垃圾的 只要把他们丢进污水池 他们就可以净化水池了 解决了所有问题 男主正想搬些柴火洗澡 但他突然发现木头上竟然长出了蘑菇 于是他早也不洗了 古道卓想种一些蘑菇吃 直到黄昏来临 男主才想起来洗澡这事 赶紧带着老婆们一起参观 给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后 然后跟老婆们一起泡澡 不过这属实还是有点紧 男主便想再盖一间南澡堂 第二天 男主惊奇地发现蘑菇长了出来 正想招呼着吃蘑菇改善口味 小黑又给男主找来了五个精灵老婆 男主也不介意再多几个老婆 精灵提议再盖一间房子 顺便也能把之前的物资翻修一下 在一旁围观的小黑也羡慕起了男主 他从出生时就独自生活在这森林 与其他的雄性斗争起来也从未输过 直到遇见自己的配偶那天 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惨败之后小黑就成了他的配偶 每天一起行动捕食 后来母狼怀了孕 不幸的是他们遇见了森林之王的恶熊 虽然恶熊没吃掉他们 但他们身受重伤已经无法捕食 最后他们流浪到了森林中心 就在这里遇到了男主 他完全不明白男主能在这死亡森林里 安居乐业 直到他看到那把农具 便知道男主是具有神力的人物 本以为他会杀掉自己 但男主不禁分给他们食物 还让出了屋子 于是就跟老婆认了主人 最重要的是 他们狼族一般都是雄性若于雌性 所以男主能率领这么多雌性 肯定是神明大人 数数家里人口都有14个人了 这下男主也不得不盖一座更大的屋子来住 首先入门是足够宽敞的大厅 适合大家一起聊天的地儿 一楼左侧是男主的房间 右侧是大餐厅 餐厅的上方则是厨房 另外屋外的也有单独的炉灶 这次的储藏粮食和柴火的仓库 就放在了地下室 二楼则是老婆们的一居室房间 众人都对这个新家十分满意 这也多亏了精灵们的鼎力相助 男主自然也不会忘了小黑 特意在门口摆上了小黑的雕像 随后男主决定做一顿咖喱饭来犒劳大家 异世界的人们听都没听过这个词 男主解释说只需要把咖喱放进去炖就好了 但因为咖喱和露露的发音相似 露露还以为是要把自己丢进锅中 随后两人跟着男主一起采集材料 首先是小茴香 虽然看起来已经枯萎很久了 但这也是成熟的信号 小茴香是咖喱香味的来源之一 接下来是姜黄 是咖喱颜色的主要成分 他们的叶子往往要高于一米 姜黄疾是他们的根部 然后男主拜托露露和蒂亚帮忙烘干 接下来就是香菜籽 也是烘干之后磨成鸡粉 至于叶子就是香菜了 因为带有刺激性的香味 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喜欢香菜 接下来就剩下黑胡椒和辣椒了 采集完成后 咖喱的原料就完成了 不过正式料理的时候只有莉亚一个人来 原来他们两个正拿着香菜 研究出驱散魔兽的药剂 没办法男主就和莉亚一起忙活起来 首先锅内热油 倒入腌好的兔肉炒熟 然后是把小茴香之外的料全部抹粉 捞出熟透的肉桩盘备用 接着用柳有肉香的热油 继续将小茴香翻炒直至炒出香气 莉亚也是被这种奇特的香气迷住了 再然后是将切好的葱姜蒜倒入 直至炒出香气 接着是放入热水退过皮的番茄 当把番茄炒至浓稠 就可以放入刚抹好的香料粉了 最后再加上盐 放入熟肉和煮好的大豆加水蘑菇 盖带等肉煮烂至软嫩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咖喱还是要配上主食的 男主决定这次配上馕来吃 馕的步骤与面包有些像 只是烘烤的时候需要把面团擀平整 因为没有大幅 男主只得把铁锅倒过来烙 露露和蒂亚也研究完了香菜 同时也被奇特的香味引出了蝉虫 咖喱和馕也出锅了 不过当众人看到颜色一言难尽的咖喱后 食欲一下就消退了 男主便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吃法 众人勉为其难地试了一口 这一下就堪比打开了天堂 就在男主得意时 众人已经排队回完打第二次饭了 很快满满一锅的咖喱就被众人消灭一空 可怜的男主没赶上热乎的 只能拿囊沾点锅里剩下的 看着大家满足的表情 虽然肚子还在叫 男主心里说不出的开心 又是一年冬季来 男主开始囤积柴火 因为人太多男主就直接囤了一地下室的 然后又给蜘蛛兄加餐 拜托他多吃一些冬被 丽雅他们也会在冬季时锻造些小道具 男主也拜托露露和蒂雅帮忙烘一些干肉 来为小黑他们准备些过冬的粮食 毕竟在雪季时打猎是十分辛苦的 至于储存的蔬菜 男主做了几个木箱 把蔬菜分类放进去之后再盖上一块补 这样到下雪时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了 有时候他也羡慕露露他们的魔法 虽然他也有向他们请教 男主不能释放魔法 露露还是很崇拜男主的 毕竟在这么危险的森林 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建立自己自足的生活 哪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很快鹅毛大雪飘落 农场也穿上了冬装 为了打发无聊的冬日时光 男主雕刻了花样诸多的棋盘游戏 黑白棋像棋麻将一英俱全 在男主的教导下 老婆们也很快掌握了玩法 虽然来到这里后露露跟蒂雅十分友好 但是之前可也是水火不容的 于是两人打算用棋意一决高下 但是论脑子好使 露露完全败下阵来 哪怕耍赖先翻棋盘 地雅也用魔法复原 男主也是服了这两个人 看精灵族这里的战局就和谐了很多 惊奇的是小黑 他不仅会看棋还会下棋 更是熟悉各种棋局规则 这幅光景倒是有些诡异 眼看下不过地雅的露露 决定在小黑这里找找自信 但是他连狗都吓不过 直接蹲在角落自闭了 接着是众人的麻将时间 本以为小黑完全不懂麻将复杂的规则 结果有了他的指导 打了一圈男主反而是最大输家 男主就跟露露一起蹲在角落自闭 就这样吃着火锅唱着歌 愉快的冬季很快就过去了 万物复生的春季降临 男主刚打算带着露露和地雅开启劳作 蜘蛛就敲响了警报 来者不善 原来是一只口含烈焰的飞龙 火球眼看从天而降 露露跟地雅赶紧举起护盾阻挡 但是还是在农场留下了火星 心灵们也赶紧救火 露露和地雅也拿着飞龙束手无策 眼看农场将毁于一旦 在男主强烈的守护意志下 农具化作一杆长枪 虽不知咋回事 但先不管他了 男主抡起长枪志向飞龙 在一块特效的加持下 飞龙被一击穿心秒杀 看着如此实力的男主 露露跟地雅也傻眼了 随后男主带着众人找到飞龙的尸体 确认已经断了气 男主也有些头皮发麻 不过好在这次只来了一头 男主怀疑是有人指使飞龙过来这里的 地雅却说真要是有人指使 应该不会只会派一只过来 虽然没有完全安心 但是目前男主更关心 这龙肉是什么味道的 在得知可以吃之后 男主就把它做成了料理 这巨龙肉可是十分珍惜的美味 传说有国王喂了一口龙肉 牺牲了数十万的大军才情下一头 众人也是被这肉质口感惊艳到 不过和美味相比 露露还是更在意男主的长枪 于是便询问地雅能不能挡得住 地雅直呼不可能 那么强大的神力是无法阻挡的 就在这边欢声笑语的品尝龙肉时 魔王城这边已经炸锅了 毕竟那么强大的飞龙 只是靠近魔王城 他们就要派出全部的兵力应对 男主就一赶长枪解决掉 他们不禁掉下巴才怪 四天王决定国民产生混乱之前 商量出来一件应对策略 结果竟然是辞职不干了 另一边的龙城内 得知此事的龙王同样头疼得不得了 那长枪的力量身为龙王也没有信心挡住 尽管自己族人被男主所杀 他也不敢贸然前去讨伐 而男主这里挣大口咬肉 突然想起有这么好的肉没有美酒就太可惜了 于是提出了酿葡萄酒的策划 老婆很期待毕竟男主提出来的食物都十分美味 在精灵们的帮助下 葡萄很快就完成了采摘 接着就是要压榨发酵即可了 压榨的工作就交给了精灵们 男主就在下面接果僵替换酒桶 在男主的指挥下 老婆们也变成了人力炸之机 这一幕但凡换个画风315没跑了 很快啊 16桶的果浆就炸完了 本来男主觉得做的有些多了 但是老婆们说你低估我们的酒量了 这天之毛衣的猪兄察觉不妙敲响警报 男主顺着情报在森林又看到个吸血鬼 露露一看这不老妹弗罗拉吗 原来弗罗拉以为姐姐被天使追杀 这才跑到这密林中帮忙的 但是没想到现在这两人都成了一家人 男主也想让小姨子住下来 不过弗罗拉有点瞧不起男主 没想到姐夫竟然是看起来这么普通的路人 露露赶紧给妹妹解释 男主不仅是地狱狼的主人 实力更是可以秒杀飞龙 弗罗拉听完也吓得胆一颤 直到现在男主才知道小黑是狼不是狗 接着男主为小姨子用龙肉接风洗尘 哪里见过此等真修的弗罗拉 当即决定留在这里 不过她也要回家一趟给姐姐带点嫁妆 短短两周半 弗罗拉不仅带来了14个女婆 还带来了两头奶牛 这下菜单上就可以加上奶油跟起司了 蒂亚一看这架势 农场恶魔族和精灵族人数众多 而天使族只有她一个可不妙啊 于是她也回家带嫁妆搬救兵了 很快她也带回了自己的部下 还给男主带来了真气异寿指引 弗罗拉虽然是吸血鬼 但是自己用的仆人都是鬼面族 现在人手足够 男主也省去了自己打扫屋子的时间 而蒂亚带来的三名扑杀天使 负责起了农场天空的巡逻工作 而且她带来的蜥蜴人 男主便给他们的首领套上了红袖头 正计算着目前的人口数 丽亚又打断她 原来她又在森林里找到了其他的族人 接着男主把所有的首领叫来清点人数 因为现在农场的规模 已经趋近一个村子了 既然是村子就想着取个名字 蒂亚也十分赞成 露露说直接用男主的名字就行 但她倒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她叫火乐叫火乐村的话 听着就像是个忍者村一样 鬼人族建议就地取材 就叫死亡之村省事 但这好像更奇怪了 诸兄指了指门外给出建议 男主推开屋门 硕大的巨树映入眼帘 男主顿时明白 就叫大树村就挺好的 接着为了庆贺村子正式成立 男主为大家举办了沟火晚会 在晚会上也是首次起风酿好的美酒 作为村长的男主和众人举备庆祝 在一片嘈杂愉快的氛围里 众人终于醉得沉沉睡去 甚至小黑们也都喝嗨了 这天魔王手下的四天王之一的比杰尔 突然来大树村拜访 为了表示友好外交 他带来了一瓶万能灵药 如此是好也就是来跟男主 商量这一块土地的使用权 男主这才回想这森林是魔王地盘 以为是魔王要他来交税 但是毕竟是大树村的核心 外交绝对不能弯腰 他用强硬的态度告诉比杰尔 要是愿意让他们留在这里生活 男主愿意用一成的作物交税 比杰尔也被吓到 他本想着就把土地送给男主的 没成想男主还以为是来谈判的 他大气也不敢出 只得顺着台阶下 男主与他签好合同后 比杰尔带着土特产就告辞了 露露觉得这完全物超所值 只需要一成税就获得了魔王军的保护 更何况完整的作物数量 他们完全不知道 换言之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而且这万能灵药也是价值不菲 另一头比杰尔把外交结果 告诉其他人时候 其他天王都不明白 男主有着击杀飞龙的能力 却还是选择投靠 比杰尔不敢提出质疑 那村里卧虎藏龙 不仅有着吸血鬼公主 和天使族中最强的歼灭天使 还有着高等精灵军团和地狱狼群 就连给他带路的都是扑杀天使 当时比杰尔看到他们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只能顺着男主的意思走 不过好在 男主的态度让他知道自己多虑了 还有这么珍惜的土特产 但他看清这包装的材质 顿时吓到这可是恶魔蜘蛛的蛛丝 那可是和魔王都能五五开的魔兽 隔天龙王也来造访大树村 仆人介绍完后呈上礼物 是一把锋利华丽的配件 此行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求和 毕竟两家住的也挺近的 男主看着仆人十分彬彬有礼 倒有些尴尬起来 就是龙王一直低着头让他不自在 男主本想尽一些地主之意 可龙王巨大的身体 也没办法到他的房子里面 仆人也觉得有道理 在他的提醒之下 龙王化成了人形 品尝过男主家的美酒好肉后 龙王便趁着醉意想赖着不回去了 仆人见此劝说他两句酒才醒了一些 男主让他带了些水果 龙王便告辞了 接连着被人造访 男主也知道是时候得对外交上点心 先是拜托精灵们修建了间迎兵接待事 接着就是迎兵制度 先前对待客人也实属有些粗暴 出凶的警报也有些单一 来者是善事恶都不清楚 要是还和之前一样 估计男主还没见到面 客人就被蜥蜴人砍死了 首先男主拜托精灵给朱兄做了迎兵中 然后是接待队伍 则有各个部落的首领出面 尽最大的礼节 为了防止敌人伪装成访客混进来 男主将监视客人的工作 交给了弗罗拉 而这项工作也十分适合吸血鬼 毕竟是晚上不睡觉的主 正好做完这些工作 东部山上的兽人族来代访了 来这里的目的 也是希望能跟男主递交联盟关系 男主将他们带到迎兵室 看着这么多的漂亮女仆 兽人们也是喜笑颜开的 男主想的待客这方面也是收效甚好 但是蒂亚突然将门反锁 原来他看到这兽人没带礼物 基本的礼节都没有没感觉到一点诚意 就连女仆们准备的饭菜都不是新鲜的 但在男主的坚持下 还是为他们准备了一些搅气排葡萄酒 在他们吃饱喝足之后 男主也向他们询问了此行的目的 客人也将他们的事情告诉了男主 他们村子的主要谋生 方式就是靠打猎和采矿 过去一直都是靠和人类的村落进行贸易 但最近他们和往来的村子发生了矛盾 生意也告吹了 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寻找新的贸易伙伴 确认可以合作之后 男主便和他们商量贸易的细节 方法就是简单的以物换物 拿兽人的金属和涂料还有玻璃制品 来交换男主这的粮食 见到可以换无法获取的物品 男主果断答应 临别之时 兽人因为礼物也向男主道了歉 因为他们那里的穷村落 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能当作礼物 但是下次绝对会给补上 双方约好的时间到了之后 男主作为村长要留在村里 这次的外交贸易就交给了蒂亚 还用一桶葡萄酒的作为代价 把龙王拉过来当车夫了 原来嗜酒如命的龙王完全忘不了 那酸爽的美酒味道 时不时就跑过来蹭两口喝 当然也不是白喝的 每次也会带来一些宝石和武器作为交换 有了飞龙蒂亚很快就到了兽人村 看见飞龙后兽人们也被吓到不轻 还好有眼尖地发现了蒂亚 等他们回来之后 蒂亚向男主报告 一开始的时候兽人还没办法接受新奇的事物 但是按照男主说的开放式之后 很快这食物便告清一空 甚至把龙王想顺带拿家里的酒也卖了 男主赶紧再拿一桶向他道谢 然后蒂亚就说 兽人族希望移居过来20名女性 男主突然觉得隐隐作痛 现在村里几乎只有他一个男性 他赶紧说再加上两名年轻男性的要求 虽然蒂亚满口答应 但是兽人一过来的时候男主就傻了 即使年纪这么小 还是让精灵族两眼放光 作为第一批移居过来的兽人族 也很快适应了这里悠闲的农家生活 其实兽人族虽然看起来野蛮 但他们也是会使用魔法的 且不说好战的的精灵天使族 鬼人和蜥蜴人也会用魔法 猪熊和小黑蜜蜂都能使用魔法 甚至最低级的史莱姆也会使用 男主这下觉得 整个村子看来只有自己是个魔法门外汉了 但男主很快就看开 毕竟这里种地才是他的工作的长处 突然村子剧烈摇晃了起来 男主还以为异世界地震了 天使护卫告诉男主 远处的恶熊和巨蟒打了起来 地震的来源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战场 这可对村子的影响可是巨大的 这么强的魔兽天使不敢轻举妄动 先回来报告了 但男主只关心能不能吃 得到肯定后 男主便让天使带着自己出发 看着男主这么生猛 小黑也是感叹 随后男主将两只魔兽尸体带到厨房 三下午除二料理了他们 恶熊被男主做成了红酒烧肉 不过可惜这肉的腥味过重 根本就不好吃 露露跟低压指心疼被浪费的红酒 巨蟒则被男主做成了酥肉 没想到这个味道还真不错 完全跟我疯狂星期四吃的炸鸡一样 就是少了点蘸料吃起来味道有些单一 男主找到佛罗拉想着要点食物杀菌剂 但调皮的佛罗拉却先拿出了炸药 拿到真正的杀菌剂后 男主想起拜托给佛罗拉的胃蹭 于是便问他进展如何了 不过佛罗拉因为对炸药执着的心 完全都没往食物这点上研究 随后男主就带着他去了一些纸阴蛋 打算先从沙拉酱开头 首先把鸡蛋打散 加入食盐和醋 搅拌完一边倒油一边搅拌 当成糊状石就成了沙拉酱 这样拿来配合炸鸡才是幸福 随后男主开始给佛罗拉示范怎么做胃蹭 首先是将泡发好的大豆煮熟 然后捞出用磨碾碎 紧接着是放入米曲和盐柔成球状 最后就是把这些放入桶中 放在地下室里发酵的七七四十九天就完成了 做完这些 露露找到男主说有客 原来是几个男性矮人族来访 他们听闻大树村有上好的美酒 刻意过来拜访品尝 男主秉持着四海街兄弟倒是无所谓 但老婆们就不乐意了 矮人文言表示他们可以 用酿造技术作为交换 因为矮人族是无酒不欢 所以他们的酿酒技术也是十分高超 更何况这里还有着那么多优良的作物 他们一定能酿造出最好喝的酒 这番话直接把几个酒蒙子听得两眼放光 二话不说就让他们落一手 矮人酿出的玉米酒唇香上头 男主一口就有些顶不住了 就这样矮人族也留在了这个村子里 男主也为他们举办了欢迎会 大家也被这美酒折服 并且老酒鬼龙王也是闻着味就来了 每次都鸣鼎大醉还耍酒疯 男主见终于有同性别的村民一起 便问矮人有没有相中的女性 这样好歹也能给他分点负担 虽然这里美女如云 但是矮人都觉得年龄都太小了 他是找老伴不是找小妾 一日村子上空又飞来一只巨龙 听到诸兄的警报 男主拿起长枪准备硬敌 但突然龙王一头撞开了这头龙 就在两头巨龙对峙时 远处又飞来一只白龙 看到对方依旧是来者不善 男主制出长枪 但平时百发百中的攻击 却被那龙躲了过去 就在男主准备二次攻击时 龙王的管家赶紧拦下了男主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原来这二龙是龙王的亲女 因为龙王天天跑大树村喝酒 不知情的二人还以为 这家伙外头有龙了 当然这完全也是龙王的错 不仅醉得夜不归宿 而且每次来还都从宝库里拿那么东西 当然男主这里其实也有点活 他给龙王准备了醉酒休息的客房 这才有经常夜不归宿的情况 龙王赶忙表示自己就是为了外交 误会解除后 男主和母女俩个也互相道歉 接着男主就先回去了 母女俩个知道这男主的实力深不可测 刚才那一枪要不是老朋友蜘蛛的帮忙 恐怕根本躲不开 于是妻子决定把龙女拉斯留在男主身边 对于拉斯的到来 只因哥和阿牛都吓得产不出蛋和奶了 无奈男主只得安排他去做外交 因为龙族好歹也是响当当的名号 所以代表魔王城来采购的比杰尔 完全不敢大声说话 结果最后在威逼利诱之下 拿出来的预算还给抄了 甚至比杰尔都没确认 赶紧带着东西逃回了魔王城 其他人知道又来了一位龙族之后 决定派个卧底去侦查 因为怕被拆穿产生敌对 比杰尔的女儿雷姆答应了下来 出于对自己魔法的自信 他答应了下来 来到森林后 雷姆先在村子外围简单侦查了一下 就直接进到了村子里 因为比杰尔有事先打过招呼 所以拉斯就带着雷姆在村子里参观 看着眼前已凶暴出名的恶龙 竟然甘愿在这里干活 雷姆心里也是感到不是滋味 正巧天使说受人族来拜访 拉斯就先放下雷姆去接待受人 雷姆抓住难得的机会开始侦查战利 这些种族虽然棘手 但是不是说不能对付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心悦凉 这里不仅有着吸血鬼机 和战立天花板的歼灭天使 还有着大量的高级精灵族 传说这群精灵族时常掳走年轻男性 是被称作食人族的恐怖族群 甚至周围地上巡逻的 都是地狱狼跟恶魔蜘蛛的魔兽 这让自负的雷姆一瞬间失去了自信 回想着刚刚的无理之举 雷姆瞬间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男主却丝毫不在意 看着雷姆融入得这么快 男主也觉得很欣慰 这天男主农场里负责清洁的史莱姆 直接生了六个不同颜色的娃 因为是无害的男主也没放在心上 但总有那么一只调皮的 就比如这只红色的史莱姆 竟然偷偷喝了整整一桶的红酒 毕竟这酒可是属于农场极为珍贵的公有财产 这种偷喝的行为老婆们绝对不能容忍 于是大家当即宣判这只史莱姆有罪 并且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 有人提议火烤或者晒干 有人提议直接用炸药炸掉 男主的建议是把他关起来让他自己反省 可关键就是这史莱姆没有智慧 只靠本能来生存 就算给他关禁闭了 他也完全不会反省的 于是大家便原谅了这只史莱姆 偶尔男主也会做火锅大家一起吃 但是这些蔬菜吃起来也会腻 男主怀念起来前世经常吃的海鲜 老婆一听到新奇的食物都眼里放光 雷姆凭借对魔王国的了解 森林靠南边是有一个靠海的小镇 或许那里就有男主想吃的海鲜 于是大家决定主动出击 不过两天 两人便将当地商会的会长带了过来 按照男主的要求 带来了琳琅满目的海产品 而会长此行也有想法 第一是答谢男主主动来交换物资 第二是想着能有进一步的贸易 最后则是想成为大树村唯一的对外商人 也就是完全承包大树村所有的对外贸易 随即他便介绍起来带来的海产品 同时还希望可以带一些红酒回去 结果被拉斯恶狠狠地拒绝 交易结束 拉斯带着会长回渔村 会长虽然看着一本正经的 但是心里早就是被吓得心颤 原来三天前 他作为附近商会里最大的组织领导 本身是瞧不起深山里的村子的 但他一看到这稀奇的水果蔬菜 他眼睛都直了 巨大的利益链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 更何况还是伯爵的女儿亲自来访 身边还有着巨凶的飞龙作伴 会长只得顺着赶紧交易 甚至还想着要亲自去送货 在见识到村子的恐怖之后 虽然胆子就快被吓破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还是服从啊 就是最好不要再来第二次 吃到惺惺面的海鲜 男主和后宫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接着第二天 村子又来了一头飞龙 但并没有对村子动什么手脚 看来他的样子只是想挑衅男主 男主抄起长枪就对了上去 一下不成那就再来第二下 成功补刀将他打落在地 飞龙化作白发少女 尴尬的他赶紧向男主求饶 龙王也赶了过来 原来这白发少女是龙王的姐姐哈克莲 因为自己的侄女率先嫁人 她十分不服气 便想来看看侄女婿的功底 腹黑的男主倒是说 玩耍可以 但是可不要添麻烦 哈克莲只好默默开始了善后工作 尝到了这里的特色美食美酒后 哈克莲也赖在这不走了 甚至还想加入男主的麻将战局 赌注则是使用身上的衣服 三人虎视眈眈就等着坑男主 不知道是下了什么圈套还是魔法 反正当我们赶到的时候 男主的裤衩子就在地上了 在哈克莲加入村子后 男主看他实在懒惰 便叫他去做了兽人族孩子的教师 男主的村子略见壮大 这下魔王城的公主也坐不住了 还以为是在聚集战力造反 甚至自己的好姐妹雷姆都被捕获 于是魔王公主准备出兵 攻略掉那座村子 比杰尔得知此事 赶紧找到雷姆说了这个 雷姆都觉得这个公主吃错了什么药 公主这里的军队刚出城 就遭到了雷姆这里的袭击 原来是之前拿住驯服的蛇人族少女 结果三个魔人 就把三百人的军队给吓到举白起了 甚至公主的三人组 是女也被拉进村子干活了 三人组的脸上也写满了绝望 雷姆保证会好好教导他们的 但男主更在意的是坐在一旁的公主 雷姆说不必在意就是来参观的 男主也就没管先行一步 等他走后雷姆训斥了他们几个 只要好好工作就不会追究 至于公主也不会区别对待 雷姆也直呼其名 公主倒是为两人的关系清静感到高兴 但接着就被这村子的文明和物资震惊 不仅是珍奇的苹果这里一大片 甚至男主这里的村民也跟吉友一样 美众都来几个 但三个贵族小姐顶不住这平民生活 想着连夜逃跑 但是被魔物吓得完全放弃了想法 接着他们便以文官的身份呆了下来 公主看到雷姆跟地狱狼如此亲近 也是被吓得不轻 这生物凶残无比在这里竟成了宠物狗 雷姆也让公主拿飞盘一起玩 这时候他才明白 当初想挑战村子的想法有多可笑 到了饭点 大家一起去餐厅吃饭 三人组也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饭吃起来可口每天还有热水澡 完全就是神仙日子 公主在享受了几天轻松的生活后 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 毕竟魔王城那里也是离不开他 就是三人组是赖着不走了 跟刚来的状态大相径庭 随后公主便跟着比杰尔一同传送走了 很快天气又冷了下来 男主带着大家储存粮食 但是今年的收成相比以往要高不少 男主就让多余的粮食交给拉斯和哈克连 让他们直接送给亲缘 但男主没想到 哈克连竟然从北方带回来一群黑皮精灵 原来他们正为粮食断缺无法过冬而烦恼 男主也大方地请他们居住 后宫团又加上了五位 男主则教他们来烧制淘气 但是使用的泥土不合适总是失败 见此黑精灵主动请求 因为他们生活在山岳 对土壤的敏感度还是很高的 没几天他们就带回来了合适的土壤 在男主的指导下很顺利就制成了淘气 这下村子的文明程度更上一层 在黑精灵找寻粘土时 发现了一座迷宫 于是在精灵们的建议下 男主组建了调查队去侦查 男主的澡堂也竣工了 不仅能单独享受 还能给男性村民泡 甚至外来的访客也都可以来用 两天半之后侦查队也回来了 精灵们请求男主讨伐迷宫 原来那是巨蟒血腥腐蛇的领地 而他的肉不仅可以拿来做炸鸡 甚至对精灵的繁衍也有着大用 男主倒是觉得先不急 马上就冬季了蛇也是要睡觉的 很快又一年雪寄来 村子进入了休整期 但是大老婆露露却罕见了生了病 男主一脸担心安慰着他 露露却说自己没什么 就是偶尔想吐 结果不出所料 露露男主的吸血鬼老婆 她怀孕了 这下可惊到了全村 而且吸血鬼繁殖可不适合人类一样 他们则是改变基因把别人变成吸血鬼的 像露露这样直接像人类一样怀孕的 四千年以来还真是十分的罕见 准妈妈的露露虽然对孩子充满期待 怀孕的时候大家也都伺候得很舒服 但美中不足的就是没办法喝酒了 这可让酒鬼老婆们十分可惜 为了露露大家也都开始暂时敬酒 甚至为了斩断蝉虫 一起请求男主把酒都给卖了 但男主挥手说没必要 酒这东西放得越酒越纯香 要不然82年拉菲那么值钱 等孩子出生露露出月子 大家在一起痛饮即可 矮人族倒是愁了起来 大家现在都开始滴酒不碰 还以为是被排斥了 男主告诉他们缘由后 他们决定多酿一些存着 等到时候一起开喝的痛快 预产期即将到来 身体沉重的露露只得待在房间里 姐妹们也都送来慰问品 不仅有稀有药草恢复魔力的宝石 甚至还有珍稀的甜品 小黑和小猪兄们也都送来了自己心意 吸引人因为实在没什么好的 就想着现身给露露吸两口血 就是这一身的盔甲 属世无法下口 露露看着满桌子的礼物也是感到幸福 男主倒是疑惑矮人族为什么送个锤子 为什么送个锤子呢 突然露露感到不适 肚子开始疼痛男人 马上就要到分娩的关键时刻了 女仆们赶紧准备烧热水 虽然事发突然 但是大家也是有过演练一般有条不紊 男主则独自坐在窗边默默祈祷 转眼一晚上过去 露露就给男主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 这份生命的重量也是让他感到震撼 前世的他肠握病塌 转世之后竟还能体会到延续血脉 于是这个名叫弗雷德的可爱婴儿 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夜吸血鬼与人类的孩子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更像爸爸一点 男主看着院中的大树 回想起来这几年的记忆 从独自一人发展到百元村落 从领袖村长变成一个父亲 这是神明赐予的心声 也是割舍不下的一切 男主突然还没有答谢各位的帮助 于是他召首领们开会 他推行了新的奖励币制度 作为货币来流通 因为之前所有的乙物换物 都是要经过村长佐证价值 所以现在便方便多了 他先给所有的村民每人三枚 很快啊 露露就出了月子 这天的宴会格外热闹 矮人抬来精心准备的美酒 就让露露和男主用之前的锤子来敲开 在这美酒飘香的夜晚 每个人脸上都泛着红韵 男主也期待着以后 能跟儿子一起痛饮的日子 时间的年轮一圈圈 大树村依旧那么祥和 碧亚也给男主带来消息 不仅其他国家的居民有意向来移居 而且也有森林外围 也有因为战火流离失所的难民 这样粗略一算 光这些人都要轻松过了三位数 男主和后宫们一合计 决定再建设一个大树村二村 这样那些想来的人就有地方住了 至于位置 男主就喊上了所有人一起商量 这部悠闲的龙傲天番剧 就再次和我们说再见了